记者张义陈宜兰报道,宜兰县陈姓女子疑似心情不佳,16日上午离家后与家人失联,家属心急,报案求助,消防队员在省稻台二线滨海公路126K处发现陈女钥匙及鞋子,经销路海空搜索多日,今上午11时23分,一艘赏金船在龟山岛海域发现浮尸, 家属初步确认为失联陈女,县全满正柔海巡单位办理陈姓女子,16日上午因心情不佳,开车外出后就与家人失联,隔天凌晨一时许,家人等不到陈女,筑记报案求助,宜兰县警销火爆后,投入人力搜寻,17日七夕情人节当天,经手机定位在省稻台二线滨海公路126K处, 发现陈女轿车,车内则有证件及手机,但未见陈女人影,最后在海岸边发现车钥匙及鞋子,随即扩大陆海空搜索,搜救人员搜救多日未果,在家属同意下, 左取消搜救任务,今上午11时23分,一艘载住游客的赏金船,在龟山岛海域发现浮尸,通报海巡署前往打捞,并送返苏澳港宜兰县消防局指出, 经陈女家属指认,穿住与陈女16日离家时衣物符合,但脸部受海水浸泡多日,明显浮重难以辨认,需进行DNA辨识才能确定身份, 后续相关处理清醒郊游海巡署办理。